林志盈老婆,刘德华老婆,欧迪老婆,三人之间的差距,一眼就看出来。 在娱乐圈里,明星的粉丝团也是对自己喜欢的明星一天操碎了心,正是有助这样一些热情的粉丝,娱乐圈才会这样热闹,每天都有不同的看点,今天这个明星的粉丝团跟那个明星的粉丝团开丝,明天那个明星的粉丝团跟另一个明星的粉丝团开丝, 让整个娱乐圈整天都是沸沸扬扬的。 有的粉丝真是上天入的无所不能,正所谓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每个人对追求个性的东西都有不同的品味,不过,最让粉丝兴奋的还是自己能在将来的某一天嫁给自己喜爱的明星, 那无疑不是一件最最幸福的事了。 刘德华和他的妻子 作为明星的妻子,不论之前是素人还是明星,只要和明星在一起之后,都会活在大众视野里,就很难有自己的私生活了。 有的女粉丝非常喜欢自己的偶像,甚至是做梦都想嫁给自己的偶像,之前还传出刘德华的女粉丝为了追星,未经常见到刘德华,最终害死了自己的父亲,那真是让人恶望伤神。 那无疑明星的妻子也会备受粉丝关注,这部,刘德华的妻子居然是她的粉丝,她名叫朱丽倩,曾当选为马来西亚选美小姐,后做了平面模特。 是一个极美貌和进取心与一身的女子,长得又漂亮,又有上进无疑不是最吸引男人的地方,女人不仅要拥有美貌,还要通过自身的努力不断地充斥自己,才能和自己喜欢的比自己更优秀的人肩并肩。 所以这样一个美人能和一代天王在一起也算一段佳话。 这是1984年参加新潮小姐的照片,在那个没有整容,没有美元的年代,这样天然的美女看住真的很让人舒服。 欧迪,一谈到欧迪这个人,就不得不想到她浑身的幽默细胞啊,真是个搞笑天王,在湖南卫视每周五晚播出的天天向上这档里面欧迪堪称得上是这个节目的搞笑担当了。 常常在节目里给大家带来欢乐,而且这样的幽默细胞自然而然的就吸引了很多女孩子,那自然在现实生活中也收获了不小的幸福呢。 那就是欧迪也是娶也是娶了自己的粉丝做老婆,名字叫郑云彩,也跟小编一样试货辣赖的重庆妹子,不仅事业有成在家广告公司做高层。 还做平面模特,看来又是一枚财帽双全的妹子啊,不仅漂亮而且有才情,看来娱乐圈的明星,不仅自己在娱乐界有不小的成就,而且自己的妻子也非常有才有貌,那真是爱情事业双丰收,羡煞素人了。 不过由网友评论欧迪的老婆想整容脸,对此小编觉得有点无语啊。 林志颖算是娱乐圈屈指可数的不老男神,一直都像个笑起来很阳光的大男孩。林志颖老婆。 当林志颖前几年向外界宣布已隐婚多年的消息时,还是掀起了娱乐圈不小的风浪,到底是什么样的女人,甘愿在林志颖的背后默默地隐藏身份为她隐婚生子呢? 很多粉丝都特别感兴趣,经深挖之后才发现林志颖的妻子也是林志颖的粉丝,叫陈若宜,台湾人。 也曾演过影视作品,只是为了老公带出娱乐圈,也算是圈内人。 仔细看林志颖的老婆虽然容貌算不得人中之凤,于是网友评论,觉得陈若宜配不上林志颖,脸这么长,有点像马脸啊。 其实陈若宜非常低调,对于这个,奇葩网友也有议论,脸这么长,不低调也不行啊。 刘德华的老婆,欧毕的老婆,林志颖的老婆,谁的脸最长?答案是林志颖老婆。 对于网友的评论,小编想说,陈若宜虽然不美,但低调内脸。 男人娶妻不求貌美如花,只求贤惠舒德。陈的温婉内脸很配林的帅气。 一个女人很美,但心如蛇蝎张扬奔放眼高于顶目中无人的,这样你要吗? 陈若宜的身材也非常好的,当过模特,身材自然是美的说,这样甘愿做一个男人背后的女人,也算能配得上那么帅气的不老男神。 相信她一定有自己的过人之处,在复杂的娱乐圈,像这样坚实的感情,这要默默付出,又低调的女人算是为数不多了。 在娱乐圈里,喜欢自己的明星,能和自己的偶像家偶天成那对一般人来说真是天方夜谭,但是只要自己足够优秀,就不愁找不到优秀的人。 嫁给自己喜欢的明星很不容易,就像我们只要有足够的能力与之匹配,就算是天方夜谭也会变成现实。